说到黄奇,有养生观念的人群都知道,黄奇不仅是个很好的中药材,还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好的补品, 即使是在过去黄奇的应用,也是非常广泛的,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,而最经常用的一种做法,就是拿黄奇泡水,简单方便,还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,添加一些其他的食材,是个非常好的养生保健食材,那黄奇泡水具体对身体健康有哪些好处呢? 经常用黄奇泡水对养肺气有好处,肺是我们人体主要的呼吸系统,但是随着人们不注意肺部的健康,如经常在做饭的时候不开抽油烟机,不做好保护的措施,导致吸入的有毒有害气体非常的多,让肺部的健康越来越差, 还有的是经常吸烟,长时间的烟草对肺部造成严重的伤害等,让肺气一直是处于虚弱的状态,从而还有可能会引起经常的咳嗽,呼吸不畅等问题, 中医上认为,黄奇泡水对于经常咳嗽的人群,肺气比较虚弱的人群,是个养肺的好食材,同时,还可以增强我们整体的抵抗力,在补气上面有着非常好的积极作用, 经常用黄奇泡水对保护肝脏有好处,在现代医生的研究上发现,黄奇不仅仅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系统, 对于肝脏的保护,以及抑制细菌的滋生等问题上,也有很大的益处,又因为黄奇的补气作用非常好,黄奇还被称为是土人参, 因此,肝脏不好的人,也可以适量的喝些黄奇泡水,经常用黄奇泡水对经常性的感冒有好处, 生活中,有些人因为自己的体质比较弱,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感冒的现象,但好在是小感冒,过段时间就能够跑转, 对于这种现象,中医上认为是气血不足的表现,拿黄奇泡水就是个很好的选择, 对于经常感冒的人群,可起到一气固表,健脾之功效,养生的效果特别好,黄奇泡水有这么多的好处,但是它也有它的禁忌, 喝黄奇泡水的禁忌一,肝火比较旺盛的人群,最好要少喝黄奇泡水,黄奇是属于温补性比较强的食材, 对于这类人群,反而会有加重病情的危险,不建议经常大量的饮用,喝黄奇泡水的禁忌二,不能喝过量, 很多人觉得黄奇好,就经常大量的食用,但即使是你身体健康,也很有可能会因为喝黄奇水比较多, 出现不利的反应,口感舌药等上火的表现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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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